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超级飞侠的乐迪和小岸 有给我们带来飞机的组装玩具 首先是乐迪 乐迪给我们带来的是一辆飞机 你们喜欢飞机吗?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飞机 那我们会抽到哪一种呢? 让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这里面有一张飞机的简介 那这一辆是波音747 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905公里每小时 好快啊 怪物的是世界上最快的交通工具 这是飞机的机身 然后两边是它的机翼 让我们把它们组装上去 那组装也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呢 这样子,我们的飞机就组装好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辆大型的客机 这两个是它的螺旋桨还有发动机 然后这个是它的机翼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 那你们有没有坐过飞机呢? 坐飞机的时候,感觉是不是非常的好玩呢? 这个飞机模型还附了一个台座 它可以固定在台座上面 这时候飞机要起飞了 它慢慢的滑翔,然后飞到了天空中 当它飞到天空的时候,要转弯了 这时候,乐迪飞了过来 正好遇到了这辆大型的客机 那你们觉得乐迪飞得快 还是这辆飞机飞得快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小爱给我们带来的直升机组装玩具 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直升机呢 那我们会抽到哪一种呢?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这里面有飞机的玩具 还有一张组装的说明书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组装的零部件 那直升机都有哪一些零部件呢? 这上面有尾翼还有轮子 然后这个是直升机的机翼 这我们先把机翼取下来 这时候需要用到一些工具 我们用了一个小钳子 机翼都取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尾翼还有轮子也取下来 然后因为零部件比较小 最好在父母的陪同下一起来组装 会更安全呢 那取下来之后 我们又来进行组装了 首先把飞机的机身组装一下 还可以看到里面的座椅呢 然后来组装机翼 那直升机的机翼和刚才的客机 有点不一样呢 它有一个螺旋桨 然后有五片上叶 像这样子一片一片的把它们组装起来 有了这些机翼 直升机就可以飞行了 最后是控制方向的尾翼 让我们把尾翼也安装上去 那这个尾翼不能转动呢 只是一个装饰 这样子我们的直升机也组装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那你们有没有见过直升机呢 直升机和普通的飞机有哪些区别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接下来 让我们把它安装到台座上 这样子它看起来就好像在飞行一样 这时候小爱也飞了过来 小爱也是一辆直升机呢 今天乐迪和小爱给我们带来了一辆客机和一辆直升机 那你们更喜欢哪一辆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